大家好,我是babybaby新人鸡蛋糕 这期我们来学一下 鸢鸭最新的125块裤弹道究竟有多厚谋吧 上一块用一半篇幅 缩新角色初速 疑似随地大小便后 就踢碎寄生的腰壶欲找钱的杀身时 永三代冲壁苦臭 与初速溃面 然后初次见面就问初速那种问题了 身关满脸的永世郎 顶着那屁股一样大的鬼背 从初速的名字为切语点 问他的踢腿速度究竟有多快 是不是真的名如其人啊 德川上几块都没有为永三介绍初速的名字 可见德川这次喊永世郎过来前 就事先告知初速的事情了吧 听到永三发出斗气的挑衅发言 初速没有像某个肥猪一样 流出冷汗感到宽战 而是冷静思考后做出回答 咦?初速居然一边说话 一边用肘子在空中运笔写字了 这一幕怎么这么似曾相似啊 初速该不会要像五湛一样 说些语初经验的嘲讽话吧 哦,不对 初速是以十分谐虚的态度 在空中写了一个幸福的信字 然后对永次郎说 明知叫性子的人也不一定会幸福 然后又举例说 明知有贤民 贤字的人不一定聪明 明知叫威廉的人不一定实力威猛廉价 明知叫永次郎的人不一定是个很勇很吃的男孩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明知叫初速的人也不一定 初速话未说完 虽然对永三使出一发匪夷所思的攻击 这爆永三一脸了 这是用哪里发起进攻了呀 好怪耶 这台M是用牛子机关炮 还是中机盘关键的 仅能从裤弹射出波器关锁 这速度究竟有多快啊 鸡蛋已经锻炼到这种程度了吗 哦,不对不对 都在想什么啊 这是前处 这是前踢啊 不是用第三条腿发动的出镜啊 初速是从归座状态 转身一发第一位前踢踢向永三的鬼脸之上 这脚与初速老祖宗辣脚 简直一模一样 这可是攻击不备不讲武德的偷袭啊 这虽然相当卑鄙 依反之前初速谦虚的形象 但是初速展示自己的初速 本来就是永三的要求和其万的事啊 啊 初速拉由同班初班的前处 居然没踢中永三的头部 肥美的丑竹 居然离永三的小嘴唇和小臂臂 不到几寸的距离去寸子了 怎么回事啊 是叔叔故意点到几寸的吗 这脚也太大了吧 可永三的鬼头差不多大 这种距离 味道究竟有多香的呀 而且初速这白膝胶润的狱卒 可以说个树米黑皮熏错的猪蹄不相摆中 一样迷人啊 开什么玩笑 这对新少年的话影响不可估量啊 竹空根本把持不住好吗 只见初速掘起嘴来也感到震惊 他收起玉腿流出冷汗的说 自己明明打算踢中的 看来初速一开始就没打算点到极致 而是真的想踢头吧 但是永三究竟怎么能让踢技踢不中自己的呢 他是用神一般的动作躲开攻击的吗 当时与上一块的风镜做对比 以他他米做参考来看 永三屁股的位置似乎没有移动过啊 做事也没有改变 难道初速也像花山那样全身细胞都在恐惧 让攻击落空了呀 这究竟怎么做到的 诶等等等等 初速坐的位置与永三的位置 怎么看都有一米五以上吧 我懂了 永三这是明知道初速的腿肠 是踢不到勾不着自己 所以才由此淡定不闪不躲的吧 这是初速误判距离了吗 永三过去在与杰克对峙的时候 也曾经淡定不躲杰克打出了虚拳 因为永三他人根据对方的斗气和肌肉的脉动 判断出攻击的虚实 根本没有躲的必要呢 永三看到初速突然攻击不备后 哼了一声就说初速是只脚胖的苦力 哎呀呀 原来初速才是真正的苦力精嘛 初速该不会才是欲找钱的跨增吧 看永三这不爽生气气的歪嘴模样 可上几天对待肥猪时候的嘴形相反了 之后初速对永三说 能看得清他的体积真的了不起 那么让我看看你的初速吧 永三听到后 马上迫不及待站起来要装备 还问德川借地方用一下 哎呀 而借用的地方 居然就得德川用来给奴隶跳舞 给宠物交配那个高级道场啊 紧接外喊舞者 外喊狗之后 这次人到外喊鬼来这个地方玩耍了呀 永三这个老角色 解锁新的战斗场景了 接着初速就开始挑衅了说 自己的初速在永三的眼中 好像并不是那么快 那么永三你的初速究竟有多快呢 让我开开眼界吧 你该不会只是会吹逼的吧 永三露出温柔表情没有出声 关了小脚脚慢慢走进宽衣解带初速 这个风景怎么似曾相似 接下来不用我多说 谁秒谁 一目了扬了吧 接下来我们终于能看到 永三极为小借的裸足战斗了 自服啊 永三一边走进初速 一边用游行目观看了初速 这是要奖励初速了吗 咻 天眼逼得的永四郎 突然从口中吐出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玩意呀 是口水还是老坛 该不会是硫酸胶篮吧 永三你难道全度低的要使用道具了吗 超凯亚的技能用了吗 直接吐出来的东西无色无形 不像液体也不像固体呀 突然那东西精准的设在初速的左眼当中 让初速条件反射的闭上眼睛了 这玩意不是什么 而正是空气呀 永三原来突出鬼之口气 以气猛眼啊 这招怎么又那么刺身相似呢 这不是猎海玩最大锦标赛 对战克制所用的 那招高速发射的空气炮吗 原来永三操作是猎的招式啊 不过永三这把空气炮 完全免序列海玩哭入空气序列 还有吹剑帮手法前摇死法动作 直接突出就达到相同的效果 全度极高啊 想不到猎海玩全以这种形式 再次出现在最新的漫画中 真的太感动了 就在初速被鬼气弄到分身的瞬间 永三拳狂慢移动 拉着只有四根脚趾 他有浓郁脚气的食人模特有怪族了 这是想用效力吗 的一声 不是 不是效力 而是把马家族祖传的撩鹰腿呀 永三拳使出卑鄙无耻的金字处 深入初速的酸腿之间 温柔抚摸初速的鸡蛋的触取后 就圈子了呀 不对 这都碰上了 算不上圈子了吧 这太太M homo了 这太太M温柔了吧 这是第三最强的组 不对 这是第三最强的绞杀 这是在厌货吗 宽座是以前的勇士郎 不将也踢到离地淡穗 也会踢到马上倒地喊痛的呀 永三为什么变得这么爱哭鸡蛋呢 看来初速真的很可理口味呐 果然格斗家之间都是欣欣相惜的 铺好的童子啊 爱哭鸡蛋 人人有着 孤单到堂堂连载 那个池塘差点被拆 千年初速血脉差点断掉的初速 吓得脸色大变了 而那个为了保护传统国际流氓百事 并不是起色心才想武德的勇士郎 心满意足而慢慢收集鬼族 问初速是不是看不见自己的触记了 刚刚由我自己踢下去 你的那两颗鸡蛋早就裂开爆炸了 然后永三问初速 至于刚刚这脚和初速之前的辣脚 踢腿的时速有多少呢 假如初速的辣脚可以达到时速300公里 但是在右眼能看到的情况下 这种速度从母的角度来说还是很慢的 而在右眼看不见的情况下 就算你的初速和汪油一样慢 从母的角度却是很快的 哎呀 永三是在为初速认真解说呢 在五的世界格斗世界里 小技巧人弥补速度啊 就算老子不用最快速速也能踢到你 没有初速就不能踢到敌人了吗 触己是有始不变之物啊 这位永三使出最快速速 踢中初速更加无辱初速呢 初速听到这番指导后 叹气一脸暗爽 认同永三的观点 还说五并不是田纪竞技 初速这副入室卫生的样子 看来实战经验有点不足呢 永三听到初速的话后 憋着海龟嘴 两头傲慢的对初速说道 老兄啊 虽然跨虽如此 BOOM 八卫说完 永三居然对初速的头 踢出一把高位前盔踢了 速度之快急如流管 翘腿而出的踢轨中 还携带了丝丝龙眼 这次永三父子打架中 能踢出胸肌波格盛光的踢技啊 而这次人亲眼看到永三踢技的初速 看到后冷汗只不要跨一人生了 天哪 然后初速居然狂奔壁雪 闭孔中射出两道高压水枪一把的血流了 这初雪量很大呢 这是搞笑漫卦才出现的初雪量吧 难道永三的初击之强 无需触碰或者轻轻擦过 就能达到堪比头学正面 专闭一把的伤害跟初雪量了吗 不对不对 喷壁雪除了受伤 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吗 初速这可能是因为射气汕头导致了喷壁雪啊 他是顶不住永三这个妹妹 迷恶的鬼舟和鬼臀 太过制服才狂喷壁雪了吧 初速你吃个足控已经死锤了 还是说 这种初雪量 是踢腿伤害加上脚臭毒气再加射诱 多种低巴腐蝶加造成的追踪效果啊 永三是狼 你真的好强大啊 而且初速脸上的胡须也突然消失不见了 永三是宣辩帮初速踢掉骨子了吗 这是科技贴心的前戏踢虚刀啊 台湾有了吧 这个转完毕的永三得意的说道 果然 我还是习惯快的呢 天啊 这是逼王之王啊 快的要中 慢的要中 这才算健全 老子怎么踢多人踢中你的 以初速见三的初速居然一跨之类 在最擅长领域两次识别 堂堂人为垫脚石了吗 开什么玩笑啊 哈 下周优秀坎 好了 本话结束 以上内容来自鸡饭 想知道真相的 等汉跨出来吧 这期看到永三专逼超爽的呢 不过后母的整个内容太多了吧 本来以为永三会吃别 想不到全程碾压 不过初速说的是欣赏 下一块还有宜三的余力 看初速会不会拿出压箱底的技术吧 不过电给永三不丢人了 这里再补充一些细节吧 永三的赤脚战斗真的很少见 上一次关脚战斗应该还是杰克回忆中的战争时期 永三能用脚头十击落手枪 而且还能用脚背提人起身 用脚尖顶起人的小下巴 可以说永三的足迹威操 可一点都不顺色于猎海玩的呢 情趣玩法多种多样 攻击夜下还能切割水泥 这谁顶得住啊 这一页可以看出 初速比190左右的永次男还要矮 那比120的初速矮小很多啊 看来初速没有像树米一样 完全继承老祖宗的体格 初代初速苏米身高上看起来差不多的呢 而且这期永三对初速的态度 可对苏米的态度真的差距太大了 一个叫肥猪 一个叫老兄 一方面可能是苏米这个线 之前约永三过来的时候 明明说过要攻击不备 当时一见面就省得要与永次男握手 而初速就不同了 主动进攻不畏惧不退缩 从这点看来 初速的精神方面比苏米强 所以永三比较喜欢初速吧 就永三拉一脚 在第二部引游投原小阿里交组的时候 永三也用过同样的梯境 不过小阿里却用独门的后仰步法躲开了 穿上初速这次 这是永三第三次教育这些第二代小兼幼了 接下来十分期待后面的发展了 希望初速还能跟永三打多一魁吧 永三对苏米拉长打了三块 初速只有一块也太逊了 期待初速的表现 我更比较喜欢初速了 好了不缺了我们下期再说吧 我们下期再说吧 我们下期再说吧 我们下期再说吧